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翔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信号第13集的故事 上集说到,海英和秀贤在京城范母亲名下的住宅外 发现了李财寒的骸骨 检验室门外,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DNA检测的结果 画面回到99年这边 刚办完人中案归队,秀贤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财寒 却得知阿金刚刚辞职,财寒也请了病假 整个队里弥漫着一种低落的情绪 秀贤到财寒家探望 第一次见到财寒的老父亲 阿伯十分热情地招待了秀贤 可秀贤进屋后却看到财寒正在写辞职信 秀贤觉得十分诧异 他还注意到财寒因为心情不好 连阿伯的生日都忘了 他提醒财寒要做海菜汤 随即拉着财寒去买菜 强行装了一把贤惠 饭菜搞了一大桌 只是味道实在难以形容 之后秀贤又强行跟阿伯喝酒 把自己灌得烂醉 连出租车都不愿意载他 财寒只好背着他回家 醉意朦胧时 他对财寒说 如果前辈你都不配当刑警 世界上就没人有资格做警察了 秀贤并不知道他酒醉时无心的话 对当时心灰意冷的财寒 是莫大的鼓励 DNA鉴定结果出来了 证实这具海骨就是财寒 阿伯闻讯赶来 却没想到多年不见的儿子 如今只剩一把骨头 忍不住老泪纵横 海映在一旁看着 想起他无数次 从对讲机听到鲜活的声音 但眼前看到的却是冷冰冰的尸骨 一种熟悉的悲伤感洗上心头 他们很快为财寒办了葬礼 但作为有受贿前科的警察 他的葬礼无人问津 秀贤想起财寒刚失踪的时候 调查科从他的办公桌搜出许多钱 说的是受贿的黑警 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财寒失踪后 秀贤答应阿伯一定会找到财寒 他四处打听财寒的下落 多年来只要有尸体就冲到国搜科 因为他知道财寒除非是死了 否则不会丢下亲人和朋友 但真的看到尸骨又忍不住伤心 最后一次见面财寒约他 等到周末谈一谈他们之间的事 然而这一等居然等了15年 秀贤回到办公室 桌上的那张蝙蝠侠照片 是财寒留下的 背面夹着一张 他们拍宣传片时候的合照 也是两人唯一的一张合照 秀贤抱着照片 在一身人静的警局埋头痛哭 海英在财寒的家里停留了一阵 他注意到财寒留下的物品中 有一张烤肉店的名片 那是他家附近的一个店 他连续光过了五年 然而财寒为什么会有这张名片呢 时间回到99年 任州案的审判很快结束 善宇作为主犯被判六个月刑罚 财寒在加油站看到报纸又赶回任州 善宇正要被押上球车 海英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说他的哥哥是无辜的 财寒远远看见他 突然想起之前 海英曾要求他告知任州案的真相 又联想到他与善宇同性 后来向同事打听才知道 善宇原来有个弟弟 为了证实他造访了善宇家 女人告诉他善宇是自己跟前夫生的 后来嫁给海英的父亲 可出了这种事 作为继子的善宇自然被丈夫抛弃 多年来他在外奔忙 海英可以依靠的只有哥哥 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 到这里才看终于发现 他与海英的缘分因合而起 他赶回首尔找到了海英跟爸爸住的地方 小海英日日在家门口 等到深夜都不见爸爸回来 机场碌碌的他 只好来到旁边24小时营业的烤肉店 想要吃一份蛋包饭 店里的大婶本想赶到回家 却被财寒偷偷拦住 他给大婶塞了饭钱 让他给海英做份饭 海英吃得狼吞虎咽 但吃到最后又偷偷地流眼泪 因为他想起跟哥哥最后的约定 要一家人一起去吃蛋包饭 财寒拎走时给了大婶不少钱 让他照顾海英 顺便拿走了店里的名片 时间回到现在 海英来到烤肉店 拿着财寒的名片向大婶打听 大婶一下子就想了起来 他说这个男人很奇怪 明明不是自己的儿子 做了好事还要我保密 海英走在回家的旧街上 仿佛看到他在深夜里 行呆影之的时候 财寒在后面默默地跟着 那些个他以为只有自己的夜晚 其实有人在保护和陪伴着他 后来的海英过得浑浑噩噩 善语的事让他变成一个颓废的小青年 无心向学成绩垫底 听到有人拿善语的事开玩笑 就忍不住把对方暴揍一顿 之后从小混混地得知 自己的哥哥是被警察无限的无辜者 对方说哥哥之所以这样 都是因为他没钱没权没后台 海英从此被激发了上进心 他问女班长 怎么能考上不错又省钱的大学 班长说以他的成绩 除非考上公立的警察学院 但是当时的这个想法 连考入店的大婶都觉得是天方夜谭 这一晚对讲机再次想起 海英怀着复杂的心情告诉财涵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查任州案 因为财涵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那个隔着时空的前辈和朋友 而更像是他的亲人 他不想财涵因此而死 但财涵却说 之所以有未解案件 就是因为有人会放弃 所以他不会放弃 海英告诉他 这个对讲是从财涵开始的 因为财涵的最后一通信息 是说对讲会重新开始 之后就发生了枪击 但是财涵并不打算听从海英的劝告 他决心要将这个案子追查到底 海英告诉秀贤 此时不能相信警察内部任何人 因为在发现财涵的尸体后 特搜队接到命令出动抓人 可金城范却非常及时地逃走了 说明组织内部一定有人是内奸 秀贤说最可疑的人一定是金范珠 因为他本身就是仁州案的负责人 既然老安的死是为了揭晓仁州案的真相 那么就一定和金范珠有关 他是个老奸巨华的人 跟政界和商界的关系都很好 迅速地从一个特缩队组长升至警察局长 背后一定有案例支持 这个案子已经死了两个警察 背后肯定有巨大的秘密 所以必须秘密行事 第二天秀贤告诉贵哲 他准备重查仁州案 贵哲说性侵案件并不在新的诉讼时效条例中 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了 但秀贤说查出这个案子的真相 就能得知老安的死因 人中案几乎完全是一句证人证言结案的 如果证人全都撒谎 那么这个案子的结果就是假的 他偷偷安排阿琪去调查当时案子的鉴定结果是如何做的 贵哲则负责找被害人 也就是江会胜的资料 韩英说他已经找了江会胜很多年 住址是假的 手机和信用卡都没有登记 根本无从找起 秀贤告诉他 找人的活就不该交给测血师 贵哲前辈才是隐藏的高手 果不其然 事情到贵哲这里就有了突破 他通过医疗保险查到江会胜一直在看精神科 与此同时 金范珠的手下一直紧盯着海鹰 他从后窗悄悄溜出家门与秀贤会合 他分析江会胜应该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会回避男人多的地方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 避开警察局或者公务人员 生活在郊区地带 以他的症状会持续服用抗抑郁药物 但他购买的药量并不多 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后遗症 开始新的工作 是一个不经常与人打交道的职业 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工作 而且尽可能与女人打交道 根据这些信息 海鹰在园林地区的一个美容院找到了江会胜 他本想避开海鹰 但听到善语的名字后还是愣住了 三人坐在一个咖啡店 秀贤问会胜 善语是不是人中暗的主犯 会胜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开口 他说善语是唯一真心待我的人 那时的江会胜跟着酒鬼父亲一起生活 经常被父亲酒后打骂虐待 不愿回家四处游荡 善语告诉他想要真正独立 就得有能力才行 于是他开始帮会胜辅导功课 自从网上爆出性侵案之后 会胜就像怪物一样被所有学生指指点点 他羞愤难当 跑到学校楼顶自杀 本来一只脚踏出房檐 却被善语及时拉住 善语说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你要去寻死 然而这个帮过他救过他的善良男孩 却被他无情地背叛 来自酒鬼父亲和黑警金饭猪的压力 逼迫 让弱小的他无力反抗 他只想赶快结束这件事 离开仁州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地方 他哭着对海英说抱歉 休闲却问出了那个他们急于知道的问题 这个让善语背了黑锅的真凶 仁州暗真正的主谋到底是谁 仁州暗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转折 善语自杀的真相又是什么 仅仅期待下集信号解说 把刀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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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解散